主料 猪肉200克 木耳100克 韭黄100克 生菜150克 云吞皮200克 全蛋面200克 苦料 蚝油适量 料酒适量 胡椒粉适量 麻油适量 油适量 盐适量 鸡精适量 鸡蛋适量 准备时间 10分钟内 制作时间 10-20分钟 用餐人数 1-2人 木耳水煮软身泡一下冷水切碎 酒黄切碎备用 生菜洗干净料干水备用 免制猪肉和木耳碎 酒黄碎混合 加入鸡蛋 适量的料酒 油 麻油 胡椒粉 盐 鸡精 生粉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后 盐半个小时即可包云吞 糖皮可用上缸 或者普通水加入调料煮 我用的是虾皮糖 加入虾皮煮开了 加入适量的盐和磨除糕 少量净黄切碎 加入少量的麻油和油吞合搅拌放在碗内 加入上汤备用 云吞下锅煮熟 全蛋面下锅煮片刻泡一下 冷水晾干水 再下锅水煮几秒钟 烙切晾干水即可 生菜水煮 煮好的云吞装碗 面条和生菜 加入适量的油麻油 蚝油搅拌均匀即可开吃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订阅本频道